一段家国王室 树都秋雨春风 同中两岸 海峡一弯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云 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血浓于水的意外相成 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台海记忆 播开岁月成风一案 揭秘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眉目 带您走进见证传奇的风云人 分享难忘的台海记忆 1949年4月 国共谈判展开之前 毛泽东如何划定谈判原则 毛泽东我不但政治国家 我军事也必须国家 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平 为何周恩来没有出现在迎接的人群中 这场仗是真枪真刀的 不是谈过去大家的交情的 隐居西口的蒋介石 看到最终的谈判结果有什么反应 蒋介石大骂张志东 文博无能 丧权辱过 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志东 选择留在北平 又引发了蒋介石 怎样的复杂情绪 他一听到张志东是三个字 每听到一次就难过一次 国共双方相隔一张谈判桌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斗争 天涯共赐时为您展现 1949国共和谈内幕 和谈当一开始就笼罩了一种不太愉快的气氛 而这次谈判为什么最终会走向破裂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国民党谈判代表团 主要成员张志东将军最终是选择留在了北平呢 带着这些疑问 有请今天的两位到场嘉宾 有请 欢迎您 请坐 1949年3月下旬 三大战役已经宣告结束 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已经被消灭殆尽 逼走了蒋介石 站在台前的李宗仁 主政空和南京总统府 手中有职无权 这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在着手部署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为了将权力牢牢抓在手中 国民党方面在代总统李宗仁等 跪系力量的策划下 向中共抛出求和的橄榄枝 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能保住半壁江山 可是派谁先去舒服共产党 能接受话将而至的想法呢 李宗仁和白崇席想到了一个人 准备让他北上去见毛泽东 李宗仁和白崇席还派了秘密代表 有一个被称为神秘客的人物 到了北平 这个人叫什么呢 就叫刘仲荣 他一直是跟白崇席呢 做幕僚的 在这个西安事变发生这个期间呢 他曾经在西安跟这个周恩来 两个呢 谈过八个小时 两个人有这么一个关系 或者在抗战当中呢 也有经常有接触 私交也不错 所以刘仲荣呢 到北平 当时呢是通过上海地下党 把这个消息传达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说刘先生要来呢 可以吗 让他来谈谈吗 所以在三月上中旬 刘仲荣就到了北平了 到双清别墅见了毛泽东 就把贵系这个底牌啊 跟毛泽东说了 毛泽东说那不行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不但政治过疆 我军事必须过疆 这是我的原则 那刘仲荣就说了 他说白总司令分析呢 这是共军过疆 充其量六十万部队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海陆空立体防线 有空军 海军你们都没有 我们再有陆军 你们根本就是靠你们的小木船 意思是打不过成量的 当时毛泽东哈哈一笑 说我们从井冈山过来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不要说你那几个兵电 或者是飞机了 你根本就挡不住 他说我再给你说一个信息 他说你们白总司令分析是错的 就是我们解放军的部队 准备过疆的是一百万 我们还有一百万的民兵 有个意思就是 你那个情报就不准确了 我要想过疆 你是拦不住的 毛泽东和刘仲荣的这次谈话 从晚上八点一直进行到了凌晨两点 毛泽东告诉刘仲荣 中共在提出八项主张的基础上 也同意进行谈判 国共两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该歇歇手了 谈总比打好 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 而是为了尽最大努力 减少军民伤亡和国家的财产损失 但是解放军一定要过疆 谁也不能阻挡 在这次见面中 毛泽东还向刘仲荣 透露了自己对于李宗仁和白重喜的安排 毛泽东曾经给刘仲荣 透过一个信息 如果李戴总统同意谈判 那我们将来就成立国防军 白重喜不是喜欢带兵吗 小竹格吗 我给他三十万部队 你现在你贵旗不过就是二十万部队吗 我给你三十万部队让你去带 但是这些条件呢 到白重喜那儿 那白重喜就是一句话 如果你要过疆那就没得谈 有个人物也在里头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人就是后来民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副主席 朱颖山 他当时也带来了毛泽东的条件 说只要李戴总统 你把这个总统的大印带着 即便在南京谈不成 北平谈不成 到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拿了这个大印过来 我们给你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把这些条件都开给你 4月5日夜间 担负着神秘时宁的刘仲荣飞反南京 他冲出记者群 快步钻进了白重喜派来的专车 刘仲荣给李宗仁带来了毛泽东的优厚条件 也带来了中共的最后通牒 无论战与何 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 现南京政府于12日前答复 听完刘仲荣的汇报 白重喜不为所动 表示只要共产党不同意化僵而至 那么这场仗就一定要打下去 而李宗仁的内心很清楚 蒋介石已经将台湾作为基地 一旦战败 他可以马上退守台湾 而自己的贵系则退无可退 可是让自己带着大印 投靠共产党也着实做不出来 此时的李宗仁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一再权衡之后 深知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李宗仁决定不考虑私下沟通的结果 而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 已经到达北平的谈判代表团身上 贵系有贵系的立场 也就是说李宗仁敢当这个代总统 他多多少少还是希望说 毛泽东能够跟他合作 先把蒋介石给推倒再说 这场谈判 周恩来这一边其实还是占优势的 对于当时的南京政府来讲 也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个过程 1949年4月1日 这一天正值西方的愚人节 搭载着张志忠为首的南京政府 和平商谈代表团的冤机 从南京起飞了 告别热闹的欢送人群 飞机上显得非常寂静 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张志忠 此刻的心情非常沉重 他知道兵败求和 想要与中共化疆而至 真是谈何容易 飞机在云海中穿行 越是飞进北平 张志忠越是觉得 何谈前景渺茫 抵达北平后 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成员们下了闲踢 然而在街街的人群中 张志忠没有发现他期待的人物出现 这让他心中意惊 当时张志忠满心认为 周恩来肯定会亲自到机场去迎接自己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张志忠跟周恩来是旧事 他们从黄埔军校的时候就一起同事 然后后来在几次的和谈的时候 包括像重庆会谈的时候 张志忠也都负责了一些招待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说张志忠会在1949年 这个节骨眼去接下这个任务 他很重要的一个本钱 就是他跟周恩来跟毛泽东 过去都有一定的往来 他认为说最起码透过一些私的交往 能够一点面子上或过得去 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气氛 我认为这是他出发前 他没有什么筹码的情况之下 他很希望说拉拉以前旧的关系 可就到了机场之后发现 迎接的人不是周恩来本人 当年在黄埔的时候 周恩来和这个邓颖超结婚 非常低调 什么朋友都没有请 就请了张志忠 抗战时期 就是长沙大火以后 张志忠当时是湖南省主席 整个长沙烧了 这个责任应该是张志忠的 但是呢 张志忠这个检查 是周恩来替的写 周恩来当时是政治部的部长 周恩来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写怎么写 所以这个东西写完了以后 蒋介石看了 就把这个主要的这个罪责 加到下边人身上了 就是保了张志忠过关了 再加上呢 张志忠这个人呢 在内战期间 他没有带部队和共产党的部队打过仗 这个很难得的 所以这个是呢 国共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人物 抗战胜利以后 重庆谈判 又是张志忠到延安去接毛泽东 然后送毛泽东 毛泽东自己有一个说法 说我毛泽东对不起朋友啊 我只能请你吃这个小米饭呢 意思就是好像是 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张志忠他认为 周恩来来接他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于公于私 你都应该出现 周恩来最终还是没来迎接 这让抱着满心希望的张志忠 颇感失望 同时内心也有一丝不快 同行的其他代表 甚至开始对共产党的谈判诚意 有所怀疑 张志忠回想起自己与周恩来 和共产党方面的多年交往 与周恩来的周章之意 即使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 武装斗争 十分激烈的时刻都不曾中断 为什么这次来到北平 周恩来居然不到机场迎接呢 他下定决心 见到周恩来后 一定要当面问个究竟 然而当张志忠一行 到达住处和周恩来会面时 张志忠所看到的一切 都让他的心情更加复杂 张志忠呢 到了北平饭店见到这个周恩来以后 一脸都不高兴 他说仗我们是打败了 但是呢 作为一个政府的代表团 意思就是你这个面子要给我吧 你为什么不到机场来接我 就当时质问了周恩来 但是周恩来呢 就反过来就问他 你作为国民党的政府的代表团 就是作为李戴总统派你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到西口去见蒋介石 这就是问题的政界所在 张志忠呢也解释了 他说不管怎么样呢 蒋先生呢是这个国民党的总裁 国民党是以党来治国的 但是呢周恩来就说 你到西口 我们就可以认为是蒋在操纵这个和谈 你到底是真和谈还是蒋和谈 你到底是代表谁来的 所以他最后把这个道理呢 跟周恩来反复地讲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 我想当时周恩来的立场 他毕竟他是一个施压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认为说从一开始就给一个 给一个下马威 或者从一个心理战的角度 基本上是有必要的 从一开始就是给整个代表团的一个压力 也就是说这场仗是真枪真刀的 不是谈过去大家的交情 周恩来没有出现在街机的人群中 让张志忠的内心更意识到了 这次谈判的艰巨 而到达他们在北平下榻的六国饭店门口 看到的一幕更让他证实了这一点 刚到六国饭店门口 走下车的张志忠 就在饭店门口发现了一个 印着欢迎真和平 反对假和平的标语 他内心生起一股莫名的压力 尽管表面上张志忠 依旧和大家寒暄着 可是他的脑子里 却像过电影一般 他知道此时的共产党已经稳操胜券了 留给自己的和谈任务将会无比艰巨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谈判还没真正开始 因为谈判双方的意见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原定的谈判日期不得不向后推迟 开始定的谈判的日期是4月5号 但是并没有如期举行 然后推了 是什么原因 双方因为什么事情发生这种分歧 据说是因为南京方面坚持要先停战 再议和 所以事实上当时 等到代表团真正到了北平以后 事实上发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太乐观了 北平这边的气氛 跟南京方面所想象的那个气氛 是差很多的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毛泽东个别接见代表团 他给张志忠传达了一些意见 就比如说战犯的问题 军队枕边的问题 都可以再谈 当然也表示就是说 毛泽东还是希望有一个 就是说一个缓和的气氛 然后也等于表达自己一个沟通的意思 跟每个团员能够个别的谈话 毛泽东呢 是亲自接见了 就是国民党代表团的每一个团员 他要做工作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上来谈 没有做工作的情况下 很可能就谈崩点了 所以这些他要必须 把每个人的工作都做通了 以中共这个八个条件 八项条件为基础 如果你认可这个了 咱们就可以往下进行 这个也可以正式谈判 早在准备谈判的时候 毛泽东就提出和谈的基础 以承办战争罪犯 废除违宪法 废除违法筒为主的八项条件 可是国民党代表团表示 根本无法接受 而国民党代表团提出 李宗仁化江而至 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想法 也得到共产党方面的坚决反对 这让双方陷入僵局 毛泽东出面 分别约见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 谈话 十几天的个别谈话 在双方艰难的交换意见中 穿插进行 最终都没有达成任何一致 4月13日一大早 周恩来给国民党代表团 送来的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 在他们看来 这份以毛泽东提出的 八项条件为基础的草案 字里行间裂满了国民党的罪状 对他们来说 内心如同打翻了五位平 周恩来是递给国民党代表方面 一份国内和平协定的草案 当时国民党方面 这些代表们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能够接受吗 张志忠自己也在 他回忆里面提到说 他看到那个草案的时候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修改字句 尽量把它修到 就是不要让南京这边 追究起责任 所以事实上最后 13号接到那个草案的时候 我认为张志忠 他们已经知道 这整个和谈是不会成功了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 不要到最过变成 是我张志忠来接受 第一个 一开始八项条件 在北平这边就踩得很硬 战犯的问题 毛泽东有大意 就是不举名字 换句话说 我们事后来追究 可是这个时候 我可以把你们的名字 先遮起来 李中仁啊 蒋介石啊 这些名字 可以稍微先不谈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废法统 废 废 违宪法 那基本上都没得好谈 就联合证 都没得好谈 张志忠还是努力地 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后来呢 国民党方面也是提出了 自己修改过的这个方案 那么这个内容和之前 有什么大的差别吗 他只是在局部上 做了一些修改 像这个 如果共军过江以后 你如果同意这个谈判 贵西那个 李代总统能接受这个问题 就说共产党的这些部队啊 我三年可以不进你的广西 广西可以暂时不改革 这些东西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呢 就是你必须牵着这个问题 其他的都是一些直接问题 1949年4月 国共谈判展开之前 毛泽东如何划定谈判原则 毛泽东 我不但政治过江 我军事也必须过江 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平 为何周恩来 没有出现在迎接的人群中 这场仗是真枪真刀的 不是谈过去大家的交情的 隐居西口的蒋介石 看到最终的谈判结果 有什么反应 蒋介石大骂张志忠 文博无能 丧权辱过 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志忠 选择留在北平 又引发了蒋介石 怎样的复杂情绪 他一听到张志忠是三个字 每听到一次就难过一次 国共双方相隔一张谈判桌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斗争 天涯共词时为您展现 1949国共和谈内幕 在焦虑的心情中收到了代表团 从北平传回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后 李宗人内心无比失落 看着这份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谈判条件 李宗人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 共产党曾经表示过谈判中不会渡江 可是谈判只要结束 自己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希望将会彻底破灭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好向美国求助 甚至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征询意见 希望如果解放军准备渡江 美国人可以出面干预 当时李宗人会主持这个和谈 还有一个很大变数就是美国人 因为当时有一个说法是认为说 只要解放军过了长江 美国人有可能出面来干预 所以当时我们说收到那个13号的草案之后 李宗人白宠喜他们其实都去找过斯徒雷登 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希望 美国人会不会在这个紧要关头出来帮忙讲讲话 或者甚至是表态 那最近的一个新的材料是说 当时苏联也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苏联呢 据说也曾经跟毛泽东传达了 就是说解放军过了长江 美国人会不会出面 结果呢毛泽东就很有信心的 跟苏联那边的反应 就是认为说美国人要出面 早就出面了 不会等到1949年的夏天了 所以当时我想对于在南京的李宗人来讲 他能够来 放手一搏的那个条件已经很少了 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看美国人会不会因为 比如南京啊 上海啊 这些金华地区受到威胁 然后美国人会帮点忙 我认为当时其实还存一丝希望 事实也证明 美国再也不会出手援助 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权 北平谈判桌上的国民党代表团 经过研究将草案进行了修改 面对共产党方面的强硬态度 他们能做的也只是紧利修改字句 避免字眼太过刺眼而已 双方刚刚进行到第二次会议 中共方面就送来了最后定稿的 国内和平协定 这也让国民党代表团再次意识到 这次谈判几乎再也没有转环余地 眼见的谈判即将宣告结束 张志忠内心可谓百感交集 面对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表达 但是他的这番话引起的后果 却让他始料未及 就是说在谈判即将结束之前 张志忠说了一番话 这番话是引起了周恩来极拉的不满 是强烈地驳斥他 当时是怎么回事 张志忠在跟周恩来谈判的时候 我认为他还是常常地动之以情 所以他会提到说 国共之真是兄弟之真 他希望说这个事情能够因为这次的和谈 能够有一个段落 周恩来在当时他是和谈的首席代表 所以周恩来根本不跟他谈私人交情 周恩来就告诉他说 这是革命跟反革命的问题 这是没有办法打折扣的 所以我认为说其实从一开始周恩来不去接机 到后来最后他跟他讲这段革命跟反革命的这段话 其实已经说明了就是 虽然我们过去有一点交情 不过公事公办 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以前的那种 大家一起合作的时代 的确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 无论是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合力北伐 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团结抗日 都已经成为昨天 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 无法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因为中国的未来格局 当时更多的是在战场上决定的 就在谈判进行的同时 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抓紧时间修筑攻势 而长江北岸的百万解放军也立兵莫马 随时准备跨过这道天险 和谈结束 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派出两位成员 携带国内和平协定 飞过重兵把守的长江 回到南京进行最后的沟通 一下飞机 他们马上赶去见李宗仁和白崇喜 让这两位谈判团成员没想到的是 此时在他们面前曾经组合的白崇喜 已经转变为主战 这一切都源于蒋介石退居西口后 对手握平凡的白崇喜一再拉拢 而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李宗仁这位代总统 尽管内心矛盾重重 但仍然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 对于在浙江西口的蒋介石来说 这个谈判的结果让他大为不满 李宗仁没有表态的 当时包括行政院院长何银青这些人 大家都没有表态 何银青只是说 我把这个草案的文本呢 我拿回去研究研究 实际上他不是自己研究的 他是送到西口去 所以蒋介石看了这个特兵这个草案以后 就大骂张志忠 文博无能 上权辱过 就是张志忠自文博嘛 所以他赋予这么重要的使命去了 最后把这个东西带回来 从头到尾 八项原则 八项条件 国民党基本上就不可能吃得下去 可是问题是呢 要真的大家说不要 毕竟还是要有人拍板定案 所以我认为说 当时从李中仁何银青 他们几位的反应 其实我认为就是踢皮球 也就是说没有人敢去接受 自己投降的一个结果 所以所有的人最后呢 还是把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了西口 可是蒋介石呢 他也知道说 其实没有什么好谈的 所以两边其实就是一直僵持 20号晚上 共军已经开始过疆了嘛 所以这些谈判 其实已经等于就是毫无意义了 4月20日深夜 何银青以国民党行政院的名义 给共产党发电 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张志忠也在交集中 等来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要求立刻定立停战协定的消息 他马上和代表团成员一起 将南京政府的附电 抄送给共产党方面 希望他们在家考虑 然而共产党方面的回应 却是一道过疆的军力 4月21日上午 北平街头到处充满 号外号外的声音 原来毛泽东 朱德已经命令解放军 挥师南下 一时间万炮齐发 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国共谈判 宣告彻底破裂 同一天 国民党代表团接到了李宗仁 何英卿 让他们肃反南京的电报 内心充满矛盾的张志忠 收拾了自己的行李 打算如期返回南京复命 得到国民政府代表团 即将离开北平的消息后 他的老朋友周恩来 来到了他的住处 当时周恩来是对这些 到北平前来谈判的 国民党方面的代表 想挽留他们 主要是对张志忠做工作 希望张志忠能留在北平 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解放军虽然已经过江 但是呢 谈判还是有余地的 就万一到什么时候 打不下去了 可能再回谈 再来谈判的时候 你还可以起作用 另外呢 周恩来呢 也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对不起 一个姓张的朋友 对不起张学良了 这次呢 就是你回去的话 可能的命运 对 你没有完成任务吗 一样 张志忠当时也许被 周恩来说中了他的心事 也就是我这趟回去 我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张学良 今天包括蒋经国 后来他们有日记留下来 他们的日记里面都提到说 事实上他们对于张志忠 跑这一趟 那其实是不谅解的 蒋师父子都不谅解 但一方面他毕竟对蒋介石 还是有一定的那个 效忠的那些想法 另一方面呢 他也不知道自己 回到南京州的安危如何 毛生这些人 其实也都放话了 那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留在 我们说北平 那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事 其实我想对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那个十字路口 他那个彷徨是一定有的 谈判已经破裂 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 选择留下还是回去复命 可能会带来两种 截然不同的后果 张志忠内心陷入极度苦恼 和矛盾之中 4月23日 从上海起飞的 接河谈代表的专机 飞到北平上空请求降落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 机场指挥台回话 飞机跑道正在修理 无法停机 过两天后再来 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 不得不返回 留住张志忠后 南京早已被解放军攻破 到处都是溃逃的国民党残余部队 谈判失败了 不光要保证张志忠的安全 张家一家的安危 也成为周恩来担心的问题 周恩来做了很多的工作 通过南京的地下党 就是国防部里头有一个 叫沈世友这个人 是国防部的一个参谋 他负责把张家的这些人 给他转移到上海 但是呢 毛孙这些人已经放开话了 如果谁要想跟共军谈合 那我就打死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张家的这些人呢 怎么到上海呢 那就是一个比较 艰巨的一个任务 也是一个 周恩来给他们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沈世友呢 先去跟这个 张志忠的夫人 洪西厚 说这个事了 张志忠的一个女儿 和他一个侄子 还在南京的这个男师傅中啊 还正在上课呢 就偷偷地不敢听众别人 把这两个孩子去叫 然后呢 到了下关的车站 那个时候 知道这个共军已经过江了 你想南京那个 整个就大乱了 车站上人山人海 根本上不去车 最后沈世友就急了 就是直接就 拿了个枪 对到这个车里头 你开不开门 就是车窗都不敢开 门都是关得死死的 外头那么多人 要往上上啊 那你要不开 我就把它打开了 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 里头没有办法 把这个车窗给它拉开 然后他把这个 张家的这些家属 一个一个塞到这个车窗里 跟随大批溃败的国民党军队 挤上了火车 张家辗转来到上海 刚刚住到上海的张志忠夫人 却发现住处周围 多了很多陌生人 似乎在监视自己一家的行动 一到晚上 他们吓得连灯都不敢开 就在张家忐忑不安的时刻 他们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 这些人正是周恩来派来的上海地下党 他们准备安排合适的时机 将张家接到北平 可是如何将人口众多的张家人 转移到北平 成为地下党工作的难题 为了缩小张家人的目标 地下党决定 让他们在机场分批集合 在夜路中向机场赶去 原本被认为安排妥当的这趟行程 依旧危机四伏 上海的这个机场的这个负责人 把那些特务都叫到一块 请那些特务到外面吃夜宵 去喝酒去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恰恰出事 就是张夫人碰上了于飞棚 于飞棚是什么人呢 是国民党的交通部的司法 他一看到张夫人他很客气啊 张夫人你到机场来干什么 事先地下党已经交代这个张夫人 就是说如果有人问 你就说或者我们是接这个 兰州方面来的飞机 或者我们是来送人都可以 因为张志忠呢 一直坐这个西北 在这个西北当长官 行政长官嘛 但是呢于飞棚呢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你接兰州来的飞机 兰州今天没有飞机到啊 就说明他也已经有疑心了 那这个张夫人就说了 我听机场的负责人告诉我 说是兰州有飞机 于飞棚就急了 我是交通部长啊 我说没有飞机 你怎么会有飞机呢 他如果要深究下去 这个事就怎么办 到当天夜里 那些特务一个个喝的民警大醉 等第二天早上睡醒了一看 接这个代表团的这个飞机 已经飞走了 就是张家这方人都跟着飞机走了 1949年4月24日中午 周恩来来到张志忠在北平的住处 邀请他到机场 一起接一位南京来的客人 并告诉张志忠说 此人他也认识 一路上张志忠都满腹狐疑 此时南京政府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还会有谁在这个时候来到北平呢 北平七院机场 一架飞机缓缓降落 张志忠抬起头 从飞机上走下的竟然是自己的夫人和孩子 以及弟弟一家人 战争年代 烽火硝烟 躲过了特务的监视 张志忠的家人终于安全抵达北平 这种别样的团聚 深深触动了张志忠的内心 张志忠自己 他开始是有顾虑的 但是最后是决定还是留在北平 就是怎么看他个人思想上的 这样一种转变 他自己的思想是一个 比较一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周恩来跟他说了 即便解放军过疆了 这个谈判还可以再继续进行 那他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 他认为呢 那要是万一有这个局面 他可以留下来再组织谈判 这是一个 后来呢就是他看见这个 当时这个张夫人 包括他们全家 到北平的时候 周恩来事先没有给张志忠说 就突然在北平全家团圆了 毛泽东还专门请他们吃饭 说你们张家在这儿团圆了 给张志忠内心一个很大的震怒 也是一个惊喜 周恩来就送他一份大礼了 但是他自己非常难 内心非常痛苦 因为张志忠其实是很得蒋介石信任的 蒋其实严格来讲对张志忠是有恩的 从最早黄埔军校开始 到后来长沙大火 当时每个人都说是张志忠的责任 就蒋介石还是放了台马 后来张志忠也做过侍从事的主任 所以其实张志忠跟蒋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 结果蒋介石就在日记里面讲说 他一听到张志忠是三个字 每听到一次就难过一次 他对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很耿耿于怀的 就是他认为说张志忠算是 他的一个相当信任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才当得上这个首席的代表 可是最后张志忠却接受了周恩来的工作 然后留在了北平 此时在蒋介石受益下 广州中央通讯社不断对张志忠进行人身攻击 回到国民党 张志忠的近况可想而知 军人出身的张志忠表示 对自己的安慰并不计较 可是选择留在北平 依然使张志忠陷入了痛苦之中 想到自己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 却在这个时候离开对自己 有着知欲知恩的蒋介石 一种复杂的情绪便会涌上心头 可是内战多年 蒋介石背离三民主义发动内战 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危难 早已让张志忠深感不满 而留居在北平后 张志忠发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社会处处显露出新的转变和趋向 民族已经显示出新的希望 这一切为留在北平的张志忠 和所有国民党谈判代表 带来了思想上的彻底转变 两个月之后 曾经的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志忠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于6月26日发表了一篇 对时局的声明 选择站在民心所向的这一边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 就是国共争方存在着很多分歧和矛盾 能够通过那样一种当时的这种所谓谈判 这种调和的方式能够解决吗 谈判要实力 蒋介石在面对共产党这边的谈判的时候 其实蒋介石在过去一直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 也就是说我是中央 你是地方 所以我们在谈的很多话题都是包括 我给你多少军队 我给你多少线份 或者给你成立一个什么名义 所以事实上如果要说这一次的国共的谈判 跟之前谈判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就是两边的力量已经出现了消长 所以国民党这边的态度跟过去包括在抗战前后 包括甚至更早 以中央来均临地方 或者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来要求你服从 那这一次刚好是颠倒过来就变成是国民党或者南京政府 一直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光荣的和平或者对等的谈判 可是毛泽东已经不肯给了 就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过江 那差别只是你要用什么方法来接受这个结果 当然后来蒋介石一直都抱怨 他认为说他是上了李中仁的当 上了上了上了和谈的当 然后呢所以后来使得接下来就是土崩瓦解等等的 可是事实上如果以客观环境来讲的话 当时不谈也不行了 所以当然对蒋介石来讲 1949年的和谈其实就变成有一点像是戴罪羔羊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今天来看也那个时候确实是不可能 因为这个共产党已经具备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这个条件 所以你不管你怎么说 这个我这个部队是必须过江的 但是贵系呢它就是这个问题 你不能过江 你如果过了江以后 我这个贵系就没有地方跑了 我连半壁江山都没有了 那那个体面的和谈就没有了 所以你能给我留一点面子 让我们跨江而至 我们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 不让蒋介石回来 这是对的 所以当时那种情况呢 对中共来说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毛泽东后来占领南京以后就写了一首诗嘛 《异将圣勇追穷扣》 不可顾名学霸王 从1949年4月1日 国民党代表团到北平开始国共和谈 到1949年4月20日和谈宣告破裂 尽管有国共双方的坦诚沟通 但没有换来期望中的和平 国共谈判作为大战之前的一场 没有硝烟的较量 见证了国共双方为了和平所做出的最后努力 谈判失败后 国民党谈判代表选择留在北平 更让世人看到了人心所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